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我的频道 看到我现在又在外面 现在我又在外面 我呢 有一个想法 昨天我出去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给我留言说 经常出去转转还是不错的 别一个人老闷在家里面 出去转转有好处 晒晒太阳啊吹吹风啊什么的 挺好的 是我就采取这个 采纳这个 网友的建议就走出家门 以后呢我就多走出 家门拍 一些视频 可以 叫做边走 边走边说吧 或者边走边拍 我呢就在视频里面 就说我的话题 然后呢大家呢一边听我说 一边可以看看我们的街景 好那现在就让我们走吧 就不要看我这个脸了 都看街景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走起 那我们现在就走起 这个角度可以吧 这个角度可以 好那我们就边走边边说 今天我想说的话题呢 是关于那个父母移民 下台阶了 先就是在我们家 我们家 我们这个街这个块呢 走一走 这是我们家旅的父亲 我想说一下父母移民这个话题 移民呢 他需要哪些个条件呢 一个是 一定是需要这个担保人的 这个担保人呢就是 担保人呢就是 担保人呢你必须得是在加拿大 你有加拿大的身份 或者你入籍不入籍的没有关系 必须得是在加拿大 他有一个收入的要求 他要看你申请的时候呢 他要看你前三年的收入 他看你前三年的收入 这个收入呢 他有一定的要求的 看你家里面几口人 如果你家里面你原来 不是你就你夫妻两个人 然后呢他要看你 如果你担保父母双方 那就是加你家里两个人 就是四个人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那就变成了五个人 如果你有两个孩子 变成六个人 一丝类退 然后呢我在遍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会把那个 我就会把这个 收入的要求 具体要求 打在这个屏幕上 比如说是那个 最少有两个人吧 你父母就剩一个 一个 然后担保人有一个 对吧 你父母就剩一个 你就担保一个 一个 一个父亲或者母亲 那就是两个人 对不对 这是最少是两个人 所以我就从两个人开始 我把两个人的收入告诉你 把三个人的 四个人的 五个人的 六个人的 以及七个人的 我都告诉你 都给打出来 他呢要看 看这收入看谁呢 就是说这个担保人 这个直接的这个子女要看 然后呢还要看那个 如果你自己的收入不够 你的配偶 也可以来做你的 共同担保人 你的配偶可以做 共同担保人 其他人就不可以了 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这个 兄弟姐妹都不可以 共同担保 只有夫妻两个人 可以共同担保 其他人不行 其他人都是不行的 要看你这是担保人 谁谁可以做担保人 完了以后呢 他要看你什么时候申请 要看你前三年的收入 你要在加拿大报税啊 一定要报税的 如果你在加拿大没报税 就不行 在加拿大没报税是不行的 没报税不可以 一定要报个税的 前三年他要看你那个报税单 他要看你的报税单的 我想想我往哪边走 那边有在借房子的 我们往那边走 看看那个借房子的吧 要看你这个前三年的 刚下过雪 我昨天出去的时候呢 还说这个雪啊 我就不往那边走 刚下过雪 因为他这个旁边人情道这儿 没有产 而且走的人少 所以呢好多雪 我就不往那走了 然后呢 我往这边走 或者我那那边走 那边空旷的地方 还在开发的 我往那边走吧 那边因为没有车 没有人 然后我跟那走呢 也worry free 什么我在马路上走的话呢 再让车撞着我 好我刚才说到了说 你前三年的收入 一定要有报税单 没有报税单不可以 没有报税单是不可以的 嗯 关于这个担保人呢 就这些条件 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就说你可以担保谁 你看这个房子 正在建的房子 加拿大的房子都是木机构的 你看 它就是一个木头 木头架子 跟木头盒子似的 跟过家家似的 能看见吗 看见吗 你看 前这儿的木头 跟那里边有 就这样 就是一个架子 那是窗户什么的 这是车库 这是一个房子 哦 这是一个 这是一块再盖这两个房子 看到没 我给你讲一讲 就是加拿大这个房子吧 它为什么呢 它那个 这么冷 但是我们屋里面还那么暖和 它这个房子呢 它们很科学的 它们很科学 然后它这个房子呢 它就盖成就是这样的哈 这样的 你看 木头 木头栏里头 这是车库 这是车库 它这木头栏里面呢 将来它要在里面填充上 那个保温棉 这是车库 车库可以 可以封起来 可以不封 一般来说 建筑商是不会给你封的 然后你自己封 或者是呢 你要是要求它封的话 它会 多收你钱 这是车库 车库 看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是将来会有台阶 然后下到你的车库里 这是一个双车库 双车位的车库 你看 这是它的台阶 然后进去 进到这里面 要不要进去 进去看看吧 进去看看吧 进去看一看 这是进来以后 这是门厅 这是一个门厅 然后呢 左手这边呢 这是地下室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是 这是下面啊 正队的前方 然后呢 左拐 这边就是地下室 然后呢 前方 回到前方 这是上楼 然后呢 这是 右手这边是车库 这是车库 然后这里面呢 然后上这种房子呢 其实它就是一层 它就一层 然后它这种呢 就叫帮个楼 英文呢 就叫帮个楼 它这应该是 这是客厅 最左手这边就是客厅 然后呢 右手这边 右手这边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卧室 这是一个卧室 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呢 这应该是一个 closet 这应该是一个closet 然后这儿有一个卧室 还有一个浴缸 看见 浴缸已经是预制好了 这时候 这个浴缸 这是整体浴缸 就必须这时候就得进来 你要这会儿不进来的话 就过后就进不来了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卧室 这比较大一些 这比较大一些 然后那边是closet 然后这边应该是有那个washroom 有washroom 这边还有closet 两个closet 好像 好像是两个closet 好像是两个closet 这应该也是一个washroom 三个cl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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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客厅 客厅里面 反正人不知道 哪个位置上是 那个厨房啊 呃 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卫生间 然后这儿是一个那个阳台 这阳台下去 对面这儿建的房子 对面就是别人家的后面后院 就是加拿大的房子全都是背靠背的 全都是背靠背的 好 这是那个 哎 他往这边看着还有窗户 这个一般的来说 对着别人家很少有开窗户的 我想有没有 啊有有有 我们家也有 对有窗户 这是一个房子 我刚才就说到 还说我们那个父母担保 这个父母担保呢 关于担保人就是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就是被担保人 就是担保人可以担保谁呀 你可以担保你的父母 你还可以担保你的祖父母 你的祖父母 你可以担保你的父母 或者你父母的父母 都可以担保 说你要是收入足够的话 你一次担保那个多个人也可以 你可以 说你一次 你担保你的父母 担保你的祖父母 都一块担保 说你一个人的收入 比如说有十万 对吧 你十万的年薪 你可以担保七个以上的人 你可以担保七个以上的人 你可以担保谁 你可以担保你自己的父母 可以担保你自己的父母 可以担保你自己的父母 可以担保你祖父母 就是你爸爸的父母 再加上你妈妈的父母 这几个就六个了 对吧 就是六个了 都没问题 同时担保他们都没有 只要你这个收入足够 好 这是那个担保人和被担保人的 这个条件 对于这个被担保人有什么要求 没有 没有要求 对他的 对他的那个年龄文凭 工作背景 收入一概没有要求 他的存款呀什么的 一概都没有要求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就是他那个健康 他的健康状况 当然你老人老年人 有一些那个正常的疾病 但也没有关系 加拿大呢 比较那个 不想让 移民来的呢 一个是传染病 一个是传染病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病 如果治起来呢 消耗 特别特别的大 现在好像是放松了 就是你这个病 如果比较严重呢 消耗比较大的 好像也放开了 这个不要求了 只是那个传染病 传染病不会让来的 是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有诬写 有些人前一阵的传说说 加拿大就是不要求体检了 其实不会 没有 不会不要求体检 只是呢 就是放宽了 只是放宽了而已 嗯 还有呢 你父母如果是有犯罪记录的话 有犯罪 他是不会让来的 有犯罪记录是不会让来的 这些 嗯 关于那个犯罪记录呢 我在其他的视频里面 也有讲过 嗯 就是犯罪记录 可以那个 嗯 可以消除的 如果时间长了 可以消除的 消除以后呢 就不会那个了 消除以后呢 就不影响了 好 这是关于那个 担保父母移民 嗯 还有一个 还需要说一说哈 还有一个需要说一说的就是 你担保人的这个责任是什么 嗯 父母这个移民呢 他为什么要看你的收入 你来了以后呢 父母 你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没问题 但是呢 你不能享受福利 不能申请那个政府资助 嗯 什么叫政府资助呢 你就不能申请那个 政府救济 说我 我一个月我没有收入 嗯 我没有生活来源 然后你那个 嗯 政府救救我一个月 给我多少钱 那个不行 不能申请 嗯 还有什么不能申请 就是老年金 嗯 加拿大65岁以上呢 人可以申请 那个老年金和退休金 那你父母来了以后 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嗯 这些呢 除了那个 嗯 医疗 除了医疗全包以外 其他的那些呢 一概是由 十年之内 由这个担保人来 解决他的问题的 这不过 如果过了十年了 你这个父母呢 就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他们跟其他人一样 他们可以那个 享受 嗯 也可以享受老年金了 申请政府救济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 你申请父母 对吧 有的时候呢 嗯 你申请 比如说留学生 留学生 然后你的资格够了以后 你申请你的父母来 嗯 那你还有小 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就跟你 是作为你父母的那个 嗯 dependent 就是受你父母供养的人 一块来 就是如果你有弟弟妹妹的话 会一块来的 刚才我说 如果你 你的年薪在十万以上的话 你基本上你可以担保七个人 那如果说你那个 对吧 除了父母以外 还有未成年的 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呢 就一块来 好 基本上关于这个 当保父母移民 以及 呃 与妻有关的一些问题呢 我就那个 回答到这儿 嗯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父母来了以后 什么时候可以入籍 如果他住过三年的话呢 呃 现在是好像五十五岁以上的人 不需要考试 不需要 不要求英语 嗯 就直接入籍 如果你父母来了以后 住三年呢 就可以直接入籍 好了 这回真正呢 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 我想说说什么呢 呃 我是有加拿大执照的 那个移民顾问 有加拿大执照的移民顾问 呃 现在呢 加拿大移民 现在加拿大移民 现在加拿大移民政策 收的挺紧的 说实在的 然后我的业务呢 就那个 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 然后我的收入呢 呃 收入呢 那个 肯定是 呃 有限 然后呢 有的人说 哎 你那个 呃 你那个收费 你能不能那个 像那些个 没有执照的 没有执照的人 乱办的那些人看齐 呃 我想说的是呢 不能 我想说的是不能 因为呢 我是有执照的 我那个执照本身呢 我那个执照本身呢 是有成本的 呃 每一年我都要交纳 那个执照费用 还有那个保险费用 还有其他的那个 还有那个每年 你还得接受那个 呃 培训学习 参加学习班 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 挺高的 所以呢 我的费用呢 不可能向其他的人看齐 更不能向那些 那个没有执照的人看齐 呃 但是呢 我可以 呃 我现在呢 就做这个视频 然后经常在视频里面 讲解一些个东西 那你通过我的视频呢 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呃 以后呢 我是想呢 呃 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会 我会讲一些 那个 呃 DIY的 就是说咋了办 我会DIY辅导 如果说 你通过我的这个 这个 DIY辅导呢 你基本上 有的时候呢 你也能学会 如果还有问题 不会呢 也可以那个 那个 通过微信来问我 基本上 你也可以DIY 你要DIY呢 就是说 你自己看视频 然后问我个 呃 简单的一个两个问题 不占用我太多的时间 这样我也愿意帮助你 呃 这样你还不用花钱呢 但是呢 我就想给您那个 你不用花钱 然后我想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做这个视频呢 呃 呃 也是 呃 也是有一个啊 比较那个什么 对我啊 有利的地方呢 就是 我是也是可以 从那个Youtube得到那个 得到 报酬的 会从Youtube得到报酬 但是这个报酬呢 其实很有限 虽然说有限 它也是个报酬 与那个 点击量有关系 与看过视频的点击量有关系 所以呢 我就想要 我就想要求你呢 你也要那个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订阅 然后呢 我 一会呢我会插入两个图片 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 嗯 然后我会告诉你 你点哪个 你要中文的话呢 你就看着订阅两个字 你就点那订阅两个字 或者是点它旁边的一个那个 带 带一个三角的那个 一个 一个按钮 然后你就会订阅 那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一会我会打给你 说英文的那个是 单词是什么 你就点点击那点那个你就会订阅 这是一个 尽量多看我的视频 多看我的视频 会对我有所帮助 还有一个比较有所帮助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 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有广告出现 你光看我的视频 如果不看广告的话 我也没有收入的 你要看那个广告 那看广告肯定是那个 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我要是要求你看的广告的话 那个也太也有点 我也不忍心 我也太过分 那就是那个 不影响你 在不影响你的情况下呢 你那个 你就看看多多看广告 怎么能不影响呢 比如说你在那看我的视频 比如你看我的视频 对吧 然后广告出现了 你会看到那个广告的时程 你看到那广告时程 根据广告的时程 你安排点别的事情 比如你去上个厕所呀 倒杯水呀 或者去看点别的呀 如果你又看到 特别长的那广告的话呢 我请你一定要看 你就把那广告 让他在那放着 然后呢 你就去那个 你去干别的事情 这样呢 就我是有所帮助的 好不好 就帮我这么一个 帮我这么一个忙吧 好吧 然后呢 你 你帮我的忙 我帮你的忙 大家互相帮助吧 是吧 哎 我现在开我的信箱 信箱里面 什么也没有 信箱里面就一个广告 好吧 好吧 这个关于这个父母移民 父母的担保移民 儿子给你讲完了 然后呢 还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哎呦喂 刚才戴着眼镜 现在摘了眼镜 这个血呀特别晃眼 你看啊 我我刚才呢 就把这个话题就给你讲完了 嗯 然后呢 我也请你帮个忙 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好 那个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好吧 现在呢 我转了一圈 话题也说完了 我也到家了 嗯 感谢您的收看吧 下一次再见